一个小萤幕翻开来就变成超大萤幕 三星折叠机Ford年初发表 但因为技术问题迟迟没有来到台湾 如今正式亮相成为台湾第一支全萤幕折叠手机 经过我们实验室的测试是可以达20万次 折起来外萤幕有4.6寸可以放在口袋里 方便携带也容易操控 摊开来就变成7.3寸的小平板 在拍照部分有6颗镜头 光较远距一次满足 最酷的是能够多工处理 我从测大萤幕当中再去点击我的YouTube 最多可以开启三个视窗 可以边看影片边做笔记 护圈机型一台要价68888元 但随和附赠无线耳机 销售策略也很特别 在台湾的销售也跟全球的策略一样 是采取限量的发售 我们在这个中美英法日韩等等 全球都是第一天销售及销售这个玩售 限量卖完不补货 抢供高端科技迷 根据工研院预测 折结手机市场 2025年全球将突破5000万只 各大品牌都要推 华为Mate X六月发表 同样多工处理 有三颗镜头 售价要7.3万台币 而且没有卖到台湾 其他像是LG Motorola也都努力研发 目前手机实在是同质性太高 我们常说我们现在 不管是iPhone 三星 华为 Sony 各大手机摊出来 其实如果真的不看logo 可能很难地深分辨 就算如果我们每天看手机 有时候都会这种招 那这些手机其实各大厂商 想要杀出这个 这个见血的市场 一个新的尝试 其实全球四位型手机市场 已经趋近饱和 每家产品也越来越相似 如今各厂商 想要靠着新科技 杀出一条血路 蔡轩和林明达方向 台北本岛